南京时卫健委7月23日通报 7月22日零至24时 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和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南京当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 其中5例轻型 7例普通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 多数为路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 此外 江苏省苏千石也发现1例南京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22日24时 江苏省此轮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38例 包括2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7月22日至23日 广东中山 辽宁沈阳 安徽和县各报告了1例与南京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 至此南京此轮疫情已扩散至4省4地 感染者总计达41人 值得注意的是 南京此轮本土疫情与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密切相关 该机场为江苏省规模最大的机场 也是中国主要干线机场之一 是华东地区的主要客货运机场 拥有135条国内航线和23条国际航线 通达国内外115个航点 2020年吞吐量2000万人次 处理货物39万吨 位居全国12位